大家好 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 節目主持是Larry 這一節就是我們《軍武器言》的Crossover科學新知節目 所以今天就有陳博士在這裡 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都是聽陳博士說的 就是大家很想談的 所以我們除了計算 就是陳博士那一集之後 今集都會有一個技術的研討 反而沒有那麼多政治層面 或者是戰略的角度的考慮 比較多就是科學技術的探討 我猜其中有些網友很想搞清楚 就是這件事 你說無論是陰謀論也好 或者戰略意圖也好 如果真是一架民航機和一架軍機這麼接近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很想問陳博士的問題 就是其實兩架飛到這麼近 是否真的很容易會撈亂 打爆另一架呢 還有技術上 其實現在的雷達又可以做到怎樣 這些我知道大家是等著問陳博士的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抓了陳博士在這裡 就跟我們去談的了 不過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 首先幫我按LIKE 也記得免費訂閱 包括軍武器言 還有包括新資兩個民族 支持一下我們 陳博士 你好 Larry好 大家好 陳博士 這件事就是很爆的 很老實 當然已經好幾天了 其實很多坊間他們的雀眼位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第一 就是抽水 包括這件事 就說到就是中國公台 中國公台的時候其中一個戰術 就是用民航機去掩護戰機 就是無論你是運輸機 轟炸機 戰機都好 就是掩護著你 然後呢 抽頭就立刻踩中線 然後直接攻擊 比如說台北也好 台中也好 台南也好 直接攻擊一些軍事目標 打這個措施不及 甚至乎 可能呢 就引誘對方去打你 然後呢 你就透過那架民航機 最後打中了那架民航機 哇 你打中了我們香港的民航機 這樣就引發了一場戰爭 那麼這些呢 坊間就這樣抽了 但是今天呢 陳柏翰 我們又用另一些角度去談 好嗎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是說呢 一架的民航機 和一架無論是戰機也好 運輸機也好 轟炸機也好 就是它們這樣去飛發呢 其實在雷達探測的那個角度 或者那個技術上呢 它無論今時今日那個分辨 或者是它的原理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被蒙騙 欺騙呢 大家預料就說很多技術東西啦 其實我自己當時看這些新聞的標題 我都嚇了一跳 但是呢 這裡呢 我想 可能有些聽眾都清楚 但是我們都要講一點點的 我順便問一下Larry 你呢 我看新聞標題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誇張的 哇 我就立刻想到 好像看電影 那些TOP GUN 那些畫面呢 一架機 和另一架機 就好像兩個攬上石一樣 相差幾米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一件這樣的事呢 如果我們看回這次呢 它那個說法呢 就說兩架機 其實都曾經是有一段近距離 就是它們說機位是重疊了10分鐘 那機位重疊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它們如果在雷達上面看呢 就是通常你看它們的平面圖 它們兩個搭埋了的感覺好像 就是變成分不到這個光點和那個光點 就是從頭殼頂看上去就好像踏起來了 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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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踏起來的時候呢 你就感覺到好像 好像不見了其中一個點 還有你不肯定究竟這個點是說民航機還是軍機 是嗎 是 是 是 這個呢 就是大家覺得很空險那件事了 但是 我知道呢 陳博士會跟我們說 當然 其實當然不是這樣的 是吧 就是雷達如果這樣丟掉它吧 那實際上它們的距離 它是有一段距離的嘛 就是以你看到它們的距離實際上有多少呢 它們的距離呢 其實是沒有特別說的 但是我預計啦 它們的距離一定是一千米以上的 即不是一千米也是一千尺的了 肯定是一千尺的 因為你太近呢 其實這部飛機呢 它們自己都有那些感應器的嘛 那如果你飛到太近 其實它們怕撞的嘛 那所以其實民航機和民航機之間呢 第一 我相信它們都有一座 即它們我叫做ADSB啦 即是應答器呢 ADBS和ADSB不一樣 那它們的應答器就是大家經常都知道 開放了一個call sign出來 大家知道自己的位置啊等等 那雖然這個就跟GPS沒有關係的 這個呢 純粹是一個系統 但是你開放出來呢 大家就知道你那個軌跡的位置呢 那太近呢 就應該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它們是會有個warning 會走出來啦 那當然 講就這樣講啦 如果大家都是民航機呢 那幾百尺的時候就會知道 但是如果對方是一架軍機的 那它未必會開這個應答的嘛 那它不開的時候 你所有的民航處那些 它都不會知道的 那所以其實最後它跟你飛 即是幾多距離呢 就算你現在坊間那些消息說 大概是一千米一千尺 我覺得都是催的 你不可能知道的 因為中國是不會告訴你 它當時的飛人高度的嘛 那你怎麼會知道呢 那你說目測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在幾千米做目測的嘛 那所以我覺得呢 現在那些報道出來的那些高度 就是如果你說它們傷它多少呢 其實都是肯定的 就是我估計呢 就是一千尺附近左右啦 就是應該到 就是你就算那叫混狗 它自己都會明白到 就是它飛你下面也好 上面也好 它太近它都危險的嘛 就是它的視線啊 它的氣流啊等等 其實這個陳博士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你的氣流上 也有一個buffer的位置會好一些 要不然都安全兩架機 一放在一起就可以很近的 是是是 其實這裡呢 都帶出了幾樣東西的 我們當然最後一定要講 我們的雷達會不會分到呢 就是和就是說以現時的雷達技術 究竟黏到幾近才分不到呢 那現在我們知道就是 為什麼其實要分開呢 就是不想撞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其實你發覺如果不想撞 就是你走上面我走下面 相距十米不撞就不撞咯 但是實際上你還要考慮氣流 我想大家都曾經呢 就是可能聽過一下就是說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機器 飛過的那個空間裡面 那些氣流還沒有完全消散 但是呢 就有架小型機 在那個這樣橫過的時候呢 嘩 那架小型機就麻煩了 遇到那些這樣的氣流 就隨時令它反了 那其實這個道理 跟我們坐船一樣的 就是你在那個 就是坐天星小輪 過一過維港 那你如果有時候 就是遇到大船與小船你就知道了 大船出來起那個浪 一定令到你的小船浪到暈的 那所以呢 其實 飛機上面也都一模一樣 就是海浪上面這些這樣的起伏 就限制了在那個海的平面 但是在飛機上面呢 一架任何的飛機 飛過去造成那個的揣流地帶 去維持會有一段時間 也都是會視乎它那個 本身的引擎的力量 就是流下來的那個揣流的影響 也都會可能更加強 和更加延遲 那就是由這些因素來考慮呢 其實我們才能定到那個所謂 在空間上面飛行的安全的距離 其實呢如果說實際上 我想如果少過一千呎 就都很危險的 就是實際上可能你見一些飛機 世界上任何的機場 你不會見它在一分鐘以內 就起第二架機的 就是很少的 你盡量push到可能一分鐘左右 就已經是一架機的 你幾繁忙的機場都好 因為可能前面的機飛完 那些氣流都還沒散完 你第二架機再飛上去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危險的 就是說這不是要重疊的 你只是先後飛的時候 都不可以太近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的機 是穩定能力夠強 那個馬力也夠強的時候 甚至乎上面的駕駛員 有足夠的經驗的時候 你可能在說那些戰機 它就沒有那麼多這樣的限制 但是一般你說 和民航機有關的那些 真的不是很驚得起大風浪的 不要讓它那麼多氣流 不要讓它那麼多干擾 是不是 這個純粹是安全上的需要 我們知道 他們應該要保持一個安全飛行距離 回到雷達那裡了 現在呢 我都相信你們的估計 就不是好像我們想像 好像那些電影裡面 貼到去真的兩架 好像上面的機師看在下面 不知道下面的機器去了哪裡 那原來就在你那個機底 應該就不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那中間雙隔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從頭殼頂看下去好像就重疊了 但是實際上你從側面地去探測下去 或者斜斜地去看 你都看到是一個高一個低的 那所以如果你問我 就是 在那個 就是 消息上就很容易報到 就是好像很恐怖 但是實際上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一個友善的動作 那當然不是友善的動作 那這裡呢 又要問一問Larry 大約呢 如果你比如說 給你任何的雷達 或者是天眼的拍攝系統那些 其實一般呢 現在我們軍事用途的拍攝系統的分辨率 你有沒有一個印象呢 譬如說我們在地面上面 幾小的會看到的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 嘩很小都可以的 是啊 你講到衛星 就是他們講的孔徑雷達那些 它們真的現在小到 例如說你一張A4紙裡面 差不多你一張A4紙裡面的內容 它們都看到一些的 可能你說 我整張A4紙裡面每個字都看到 我又不敢說 但是起碼是已經分辨到 一張A4紙尺寸的那個pixel 它一定分辨到的 那其實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說 就是我們在說很遠的天 就是可能在說成100公里 大概 100公里探索到地面 一張A4紙都看得這麼清楚呢 那如果你說純粹只是在說幾萬呎的高空 那如果去做那些radar的分辨呢 那就差很遠了 是不是已經 所以相對呢 你說那個resolution的分辨率 我相信是極高的 會不會是做到 就是高度的情況去到尼米級 甚至乎我們說已經去到十尼米 很多人經常說是單位數 但是我覺得十尼米級呢 做到已經不奇怪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 照道理 現在他們的radar走出來的分辨 其實應該做到很仔細 大家看到那些形狀出來了 速度出來了 距離出來了 這些我們說 在現在的監測技術來講 就應該難度都不會高 是的 就是要理解這件事呢 我在這裡不要嘗試說 又講了方程式那些去講這些 你只是很簡單 你這個人用人眼去看東西 你都知道我們人眼有個限制 太遠的東西我們分辨不到 是不是 所以要放在一個近一點 適當的距離 而這些分辨率很多時候 是我們用一個angular resolution去分辨的 就是兩件事如果在角度上 它們是相距少於比如零點零幾個度 那我們就分辨不了 這樣可能你比如說你拿著兩支筆 你那兩支筆放在你一隻手那麼近的距離 你看到是兩支筆 但是如果放在對面的山頭山頂上面 有人舉起兩支筆 你看不看到呢 你就分不到了 是不是 那因為它放遠了的時候 它們那個視覺上的差異很少 但是如果我放近一點的時候 它們兩者跟我去畫一個兩個角度 數過的角度會比較大些 是不是 就是放近一點的東西 它佔我的角度的大小是大些 我們一般都知道的 當然了 你說雷達的分辨率的時候 一樣會有這樣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雷達越遠的東西 分辨能力就低一點 越近的東西分辨能力就高一點 那麼它怎麼定義它的分辨率高低 就是用它的角度的分辨率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這樣討論 那麼它的角度分辨率 又視乎有些什麼因素去影響呢? 就是我們用什麼波段的光 或者用什麼波段的雷達訊號 其實就是電磁波去看它 那麼剛才Larry 你說的 如果你是說間諜衛星 由那個比較近地面的衛星去影響下來 以百公里計的 說的還是用可見光的 然後中共還可以看到 你車牌上面的號碼是什麼 是不是? 那麼這個技術也不是說 就是今時今日也有了很久了 其實都 所以一般你如果用可見光 在一個以百公里計的距離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一個車牌上面 以厘米計的這些大小的東西 那麼這裡又大家要知道 可見光它的頻率 其實比起一般我們雷達用的頻率 是高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打手提電話 那麼你都知道什麼4G、5G 接下來可能說6G、7G的頻率又會高一些 那麼他們現在一般我們手提電話 用的通訊頻率呢 那個頻率其實是低過我們可見光的頻率的 就是它都是用那些電波信號那些 這樣的東西 它的頻率呢 就比起這個軟紅外線還要低 OK 那麼對於這些這樣的信號來講 就是說它那個如果用起來 它那個分辨能力就不夠可見光那麼高的 就是用可見光去探測一些東西 你會發覺它那個分辨能力 是應該會比起我們用那些手提電話訊號 來去探測東西的那個分辨能力好的 而這些手提電話探測信號很多時候 也都是我們軍用雷達用那些這樣的信號 差在不是那個數字的意思 都是用一些叫做幾個hertz 就是一些這樣的頻率去看東西 那麼這些頻率都是相對是 比起可見光低頻的東西 所以它們比起我們用肉眼可見光看東西的分辨率 應該要是低一點 OK 但是究竟低到多少會打了折多少呢 這樣這個完全可以由數得計的 就是說你要預期就是說 你如果用可見光來看 一樣是100公里那麼遠以外的東西 它用可見光來看 那個儀器的分辨能力就會高一點 如果你用那些手機訊號 軍用雷達訊號 那個分辨能力就會低一點 所以你預計了就是說 如果你是距離超過100公里這樣 那它可能看到的東西 就不是以厘米去計了 就以幾十厘米去計了 而這些數字也是實際的 有人去真的計過的 如果以我們一般軍事雷達 如果不是說jigahertz 是可能在說再低頻一點 是在說幾百個MHz 就是比jigahertz低了10倍那些 那你發覺出來的分辨率 就只有半米這樣 就是那些雙隔半米以內的東西 我就分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提升到jigahertz 這樣去看的時候 那在一個既定的距離 可能我說的既定的距離就是 可能就是台灣海峽 就是你在台灣玉山上面的雷達 去監視台灣海峽的飛機動向 那種這樣的距離 照計如果兩架機兩塊東西 它的距離只是以米來計的話 照計是應該分辨得到的 在雷達上面 當然如果你說從頭殼頂看下去 就分辨不到 但是你在旁邊這樣看下去 如果你在旁邊看它實際上距離 都已經是有幾百米 甚至一千米的距離 那一定會分辨得到 所以我就會說 如果大家只是從平面圖上面看 看到兩架機打起來 哇!這次死了 分不到了 那件事就不會是這樣 你實際上在他們自己的軍事雷達系統的眼中 就是看得很清楚 一個高一個低 但是你平面座標上 他們的座標可能一致 但是他們的高度上 是一個都很明顯上的分別 就算你說駕機是嘗試再迫近些 迫近到真的以十米距離去計 其實都一樣會是分辨到的 這個就是比較從科學技術角度去看這件事 嗯 當然剛剛陳博士跟大家說了 就是那個RAIDAR 現在那個仔細的分別度很高 所以如果是誤認了 就是國泰那班機 是當作軍機的機會率其實很小 但是這個我想 這個是其中一個concern 就是說認不認到這件事 但是事實上就是 如果那架軍機和那架民航機 都飛到很近 其實陳博士都一樣出事的 就是我的RAIDAR就不會認錯 是 是 彈打過去呢 那些碎片呢 就是你不會知道 是啊 他拼了你敢不敢打 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會聽過 你真的 那個雷達上面 我跟鄭爛已經看得很清楚 你們分開的了 那個雷達已經分到你們是哪架打哪架的了 但是你真的夠不敢射個彈進去 來去炸呢 其實是另一回事的 其實 是不是 就是你一般 大家聽過那些 當時 俄羅斯 甚至蘇聯時代 都試過幾次的 專炸民航機 那個飛彈 都不是直接head on 射中你的機 只不過在你的機隔離 隔一個的距離爆 於是那些碎片炸出來 就令到你的機隔離了 這樣 是不是 那就是 同樣的事就是 如果兩架機太近 你是透過這些這樣的 就是飛彈去打的時候 只是碎片炸出來 你可不可以確保到 只是想炸到敵機 而不是炸到民航機呢 就是就是投鼠忌器一些 你會看到這裡就會是 是啊 因為都很危險 就是我們講的是幾十米 幾百米 如果你純粹是一枝飛彈打過去 那它都是高爆碎片的 就是我們講的 是啊 我國際打過去 它是異形的 它用碎片擊你 擊中 然後戰機爆了 然後你又不知道 戰機那些碎片 是怎樣彈下去 那架民航機 彈中它的引擎 就已經死得了 然後彈中它的起落架 其實它可能不中的 彈中它的起落架 就是它的起落架 然後你又要在海上迫降 對嗎 是的 那我覺得有很多這些危險的因素 我們猜不到的 就是你怎麼爆哪個角度 甚至乎戰機中了之後 它會怎樣螺旋式撞 可能是它大型小小的機器 那個氣流又會造成混亂 那些安全的那些議題 我想是無限過我們說不完的 但是我們會看到 就是帶給我們那個危險 但是我想我們在臨員之前 我再問你Larry一件事 其實我記得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譬如那些戰機 它有個隊形 就會排成一行 其實在實際上作戰的時候 這些企圖搭在一起 駁人家想不到這些 是不是真的戰術一部份來的 其實是戰術一部份來的 就是說你看它們有些隊形的那些 但是我又覺得那些隊形 其實它開初的時候 那些隊形 你說是不是純粹就是 拿來做一些染眼法 令對方那些radar 是沒有那麼容易測試你 可能都有這些位去想的 但是主要呢 其實他們是 要是有一個整齊的隊形 去做一些攻擊啊 分配任務啊 那些位 我們覺得還有 但是理論上他們說這樣飛呢 是真的那個耗油會低一些的 其實這個最實際 其實就是 就是吃氣流那裡吃過最好的 那這個也是其一啦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些機搭機 令對方呢 那個雷達上找不到 我想舊一些那些就可以了 現在呢 那麼新呢 就是無論是從雷達啦 衛星啦 或者是這些雷達立體啦 就是包括你的基地的雷達啦 可能另外一個雷達就是 你船那些神盾艦那些雷達啦 就是變成這麼立體去描繪這個戰場呢 又有無人機的東西 我覺得就難的 那所以呢 那這些機隊我覺得那個編隊呢 現在剩下一個用途呢 就真的是戰術用途 就是他們怎樣去安排 他們不同機的戰術啊 就是可能就這兩架 這三架 這四架呢 就去做某些任務啊 之後就 大家一起飛到那個位置就散了 那做完之後呢 大家去編隊做完任務了 就做一個組織回機地的嘛 我想也是 就是省油也是很實際的 其實也真的是 是啊 所以就今天 就是我們都和陳博士一起去分享一下 包括我們講到實際上 就是例如雷達 他對呢 無論是轟炸機 戰機 所有的軍機 和民航機 他們一起的時候 他那個分別 究竟那個情況會怎樣呢 那技術上是怎樣處理等等 就是今天呢 我們比較技術流的角度和大家聊的 所以呢 就多謝陳博先 那我們在之後呢 其他節奏呢 都還有其他題目呢 會跟大家講 那另外呢 講到節目名那裡 我們都收到大家一些的想法的 那我們呢 盡快啊 就是和陳博士 談出一個名字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的節目名呢 就可以一直這樣用下去了 好啊 那我們在其他節奏呢 就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